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簿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什么 李高楼逼死了一口僧 贵坐的苏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眉头一皱 这消息他完全没想到 按理来说李高楼不应该跟一口僧能够扯上关系 如果别人也就算了 这一口僧可没那么简单呢 就在苏彻的对面 同样跪坐着一个男人 没错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应该打算进入鬼屋了 这个男人身材高大 脸上戴着个武士面具 也瞧不见长什么模样 但声音的感觉挺凶 苏彻脸色越发凝重 你是说 他有可能知道了鬼屋的秘密 所以提前行动 这消息对于他和永生会来说 的确非同一般 因为这人是李高楼啊 一直以来啊 唯一一个让永生会头疼 但到现在都没什么好办法的李高楼 所以现在得到这样的消息 他自然有点紧张 面具男显得有些暴力 没错 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 如果被李高楼请接 一切都白费了 苏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陷入了沉默 之前夏日孤独的那份手记啊 的确已经落入到永生会的手里 而且那上边很大一部分遗失的符号 也被永生会破译了 从那之后呢 苏彻他们就一直在着手准备这件事 打算把鬼屋里隐藏的秘密给挖出来 那个秘密对永生会来说非常重要 不单单牵扯到夏日家族所有失踪人的秘密 而且更是一笔非常恐怖的财富 还是那句话 任何一个组织 不管什么样的行动 想要在这样一个世界贯彻下去的话 那必须得依靠不菲的财富 何高安是利用了何家 工本天一有着深海科技 那永生会同样需要财富啊 作为曾经最伟大的预言家 夏日孤独的财富非常可怕 可是呢 却随着他所有族人一起消失了 那么想来秘密只能是在鬼屋之中 并且永生会已经有了相关的线索 等不到苏彻的回答 这面具男又说了一句 明天就是星期三了 我想他们会在明天晚上进入 如果真的被李高楼发现了什么 这面具男显然是有些焦急 苏彻这回眼神也有了波动 这个问题明显也是他担心的 不过现在把行动提前的话 他也有些不太确定 实际上他没办法保证能够完全成功 之所以如此 还是因为啊 他们并没有把手机上所有的 医师符号全部破译 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虽然说一大部分他们所掌握 但是剩下那部分究竟说了什么 没人知道啊 看着苏彻还不说话 面具男啊 这次索性就站起身来了 做出决定吧 来不及了 他的语气和举动给了苏彻莫大压力 片刻之后 苏彻终于抬起头来 拿定了主意 苏家跟永生会的关系有些复杂 苏家跟永生会的关系啊 非常复杂 其实也不是说苏家出事之后 苏彻才投奔的永生会 因为当初苏家就有一枚龙幅 可想而知啊 可能上一代啊 这苏家和永生会就撇不开关系了 那如今整个苏家只剩下苏彻他们了 所以振兴苏家的事情 自然落在这个女孩的肩头 尤其是他来到岛国之后 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 从苏城虎的死去 再到整个苏家面临的窘迫 所以苏彻想做些事情 那必须要抓住眼前这个机会才行 因此他还是决定提前行动 面具武士变得激动 好 我马上去安排 这次就在鬼屋里解决那个小子 不久 房间里只剩下苏彻一个人 沉默着他攥紧拳头 这次行动一定不许失败 因为失败的后果 对于他和苏家无法承担 而李高楼也是时候要付出代价了 被人期待的时光总是会过得非常快 夜幕重新降临的时候 李高楼跟马飞雪 已经背着包到了鬼屋外边 夏日家族鬼屋这一片啊 完全就是个巨大的景区啊 有着非常正规的管理团队 你得买票才能进去 晚上的票比白天要便宜多了 不过晚上的人呢 更多的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啊 来到这儿的人都是为了寻求刺激 所以当然是断了电之后 被黑暗所笼罩的鬼屋才更加刺激 李高楼他们呢 到了没多长时间 胖大叔眼睛男他们全都到了 大家伙的情绪啊 已然点燃了 就等着赶紧冲进鬼屋了 胖大叔拿着票 票我已经买好了 大家各自拿好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鬼屋的规则变了 跟之前呢有些不同 之前已经啊 大家伙把钱都给他了 所以啊 大家坦然的接过门票 不过紧接着一个个都好奇的 看着胖大叔啊 鬼屋的规则改变 这什么意思 或者说没人会想到 这这到底怎么了 从门口进入之后 会有九条不同的岔路 通向鬼屋 不同的位置 所以进去之后 要面临一个选择 胖大叔说话的时候 大家伙可没慌张 反而越听越兴奋 这样的规则 用美洲的话来讲 太酷了 简直将每个冒险者的情绪 完全推向了高潮 只不过在今天改变规则 有点奇怪 那个欧洲女孩问了一句 那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吗 显然这是她最担心的呀 毕竟之前可听说了 这鬼屋乱七八糟那些传说 现在又要跟身边的同伴分开 她自然心里边呀 忍不住嘀咕 不行 必须分开进入 每个人有三十秒的时间 做出选择 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不过更加刺激了不是吗 胖大叔那小眼睛 都挤到一块堆了 就好像她这句话说的一样 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这欧洲女孩还想说点什么 不过最终只能无奈的摇里摇头 显然这是大多数人的意思 既然已经到这了 肯定得进呢 你不进去 你来这干嘛来了 于是她只能不断的鼓励自己 把负面情绪放到一边 鼓起所有的勇气 李高楼站在后边 眼神有些异样 这鬼屋这么多年 一直没这规则 结果她今天来刚要进 突然改了规则了 这为什么呢 如今小李同学 可不会把什么事 都归于巧合这两个字上 但是具体的原因 她猜不明白 或者她找不出一个答案来 尤其生死部 现在已经受到限制了 所以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 胖大叔啊 这时候似乎有了新主意了 这样的话 咱们之前的计划取消 这绳子是用不着了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计划 分头进入鬼屋之后 大家可以在 夏日孤独的阁楼前集合 到时候所有人到齐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其中 一样的 也算是对这胖子有点了解了 所以李高楼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这家伙有着无限作死的本事啊 怎么可以将作死两个字 演绎到如此极致呢 他肯定会用尽自己的所有力气啊 尤其是在他看来自己是寻求刺激 但是李高楼知道 这谷尾屋里边充满危险 所以怎么看 怎么是没脑子 随即李高楼轻声在 马飞雪的耳边说了一句 等会进去六号通道等我 至于其他人 则是通过胖大叔的提议 纷纷表示赞同 只有那眼睛男美怎么说话 也不知道他琢磨着什么呢 于是众人拿着票看着面前 鬼屋区域完全变得漆黑 同时一个喇叭响起 显然是啊 售票处开始放行了 人呢不是很多 但也不算少 靠着手电筒的光芒 李高楼感觉数量 应该在两百人前后 这么多人 等会进入这庞大的鬼屋啊 倒是显得非常稀疏了 很快从人群之中收回目光 李高楼和马飞雪 一起朝着入口走去 而他根本不知道啊 黑暗之中却有人 一直注视着这边 只不过因为隐藏的太好 所以根本没被李高楼发现 这人自然就是 夏木的亲弟弟 黑手 从来都是孤独 一个人行动的黑手 这次也不例外 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 很多人都看不到什么 但是黑手 却可以捕捉到李高楼的位置 单单仅凭这一点 就足够让人惊叹 而后他又是悄无声息的 汇入了面前的人群 进入了鬼屋 另外一边 整个鬼屋啊 景区的控制中心 随着李高楼进入六号通道 马上通过耳麦 把这条消息传了出去 大人 他们已经进入了鬼屋 李高楼进入的区域 是六号通道 耳麦同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继续监视 打开鬼屋里的 所有隐藏摄像头 我必须要随时确保他的位置 明白吗 这个人是来自永生会的那个蒙面战士 整个鬼屋景区早已经被永生会所控制了 这些工作人员全部是他们的雇佣工 之所以如此 自然是因为啊 他们早就从一口僧手中得到那本手机 但那之后 再知道了鬼屋之中可能隐藏的秘密 永生会已经把这座鬼屋收购了 凭借他们的财力这种事也没多大困难 所以啊 轻轻松松就办到了 实际上这也就算是真正的放城线钓打鱼 毕竟这帮家伙知道 这鬼屋里边可能隐藏着巨额的财富 以及夏日孤独的秘密 这些东西的价值啊 相比于买下这座鬼屋 算不了什么 而后工作台这边所有隐藏摄像头打开 每个人的脸色都非常凝重 虽然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晚上会如此的紧张戒备 但是来自于高层的命令和压力 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不同 尤其是对于李高楼这个人的监视 更是一点都不敢松懈 那今天有个人都过来 我们一起帮助 北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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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